你现在呢我们开一张新的 那你找到有一个 有一个面板叫做动作 一般应该预设跟步骤记录在一起 反正如果没有你从这边来找 有这个的就表示有开动作 动作 好 你找到之后呢 我们建立一个自己的资料夹 这里 在这里 建立一个自己的资料夹 新增组合就对了 好 比如说你这个叫做 叫做我的动作 我的动作里面可以包括很多 这样了解意思 就跟我们这边一样 他里面影像效果是不是有很多种 你的拼图只是你的动作里面一种而已 按OK 麻烦你先找到他 好 我现在这个已经建好了 我就来这里 有没有一个 我们刚刚是按左边对不对 资料夹的 现在右边就新增动作 这就是要开始录了 比如说这个我叫做拼图 好 那么你按下去 记录就开始 有没有变红色的 变红色的 那你操作的动作就被记下来 我现在要怎么做 第一个动作 是不是要来这边 把背景 变成涂层 这是一定要做的 点两下 然后确定 这样背景就会变成涂层了 好你先到这边 你可以看到现在就在onl的吧 对不对 已经在录了 所以说 现在的话呢 你就可以 我 你看我刚做一个动作 他没有录下来 组合背景 有没有 我再继续做 我们已经变成背景 第2个动作要做什么 找到 样式里面的 这个对不对 你看我把它点一下 有发现这里又增加一个 套用样式里面的拼图 了解了吗 了解好 接个 我是要做一个动作 是来这边 把刚刚那个 换掉 不要用他内建的 点两下 跑到纹里 把这个 换掉变成他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你点了之后你点一下旁边他收起来 这个是变成百分之百 好确定 好 有没有发现 他也录下来了 接着 是不是到色版 到色版 新增一个色版 黑色的 用油气筒 填 填这个 图样 倒进去 填满了 你看是不是这样一步一步记下来 那万一你如果在这一步做错怎么办 快点 动点 广告时间 停 有没有 这里可以先停 你把这个动作就丢到垃圾桶 你不觉得这个操作都跟我们那个图层操作很像吗 对不对 蛮接近的嘛 那 现在好了对不对 你这个 假设我就把它还原 动作丢掉你这个动作是不是要还原 对呀 这里呀 不是 对 这里我把它还原 Ctrl,Alt,加记 是不是回到这个动作 好我现在再继续录下去 你就把这个录影 再录下 这样可以了解了 所以你的动作事实上 万一有做错没有关系 你就 来得及 你如果一个错就丢一个 两个错就丢两个 三 两个是一对 三个就 好 随便 好 这样 弄起来好填满 那我继续再用这个动作 我这是挑这一块 点下去 把它 修改 扩张 好三个像素确定 好有没有 这就录下来 完成之后我现在就回到RGB 这一层 你看它也有录下来 切换到这边 用选取工具在上面 按右键 减下的图层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稍作移动 或者你先 我来先把那个 阴影把它加进去 好 这样已经上去了 我先按确定 我把它移动一下 是不是就好了 接着我如果你要做旋转的话 要怎么办 这个打开 是不是在效果上面 按右键 建立图层 好 确定 这个上面也会有 有没有 它会做出来 好 接着我们就来把 这四层 全部选起来 到这边 合并图层 这都是我们刚刚的嘛 现在呢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旋转的动作 好 好 最后 打勾 这样是不是做完了 做完了按下停止 我的动作就好了 这样OK 所以 我这张我不要蠢了 我们来拿另外一张看看 这一张好了 把它丢出来 这样子 你只要会按 拼图 按Play 好 那当然这个 他问你 这样就做好了 可以吗 所以有些动作会像这样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 这东西有人在卖 这个动作 好所以如果你上网 找一个关键字 Actions A-C-T-I-O-N-S 好那你就可以找到一些Photoshop的 那个动作 你看这样 你看会Play就可以结束了 没错吧 好跟我们做那老旧照片是一样的 来 对 过来 来 感谢观看